追踪热点多加快评 欢迎收看周知news 大家好 今天是1月29号了 截止北京时间周二 中国肺炎确诊病例已经快要到6000个了 前天是一天增加了1700多个 昨天是增加了1400多个 死亡病例是132个 补充一个上期的信息 就是上期节目我说在美国弗吉尼亚发现了一例确诊病例 但是官方没有公布 那个消息源是比较可靠的 目前还有朋友说在马里兰也发生了一起确诊病例 但是这个消息无法核实 总之现在美国的华人社会也开始警惕起来了 鉴于这个疫情快速爆发 并且很多国家出现了不是去过武汉的第二代人传人的感染者 所以美国白宫目前考虑取消到中国的所有航班 包括进中国的和出中国的 美联航已经由于乘客减少决定取消2月2号到8号到中国大陆和香港的部分航班 每天减少三四个 美国政府就告诉正在咨询所有航空公司 如果取消航班对他们的经济损失有多大 美国疾病预防中心CDC也发布最高级别旅行警告 建议不必要 避免不必要的赴中国的旅行 白宫已经将对病毒的筛减范围从美国的5个机场扩大到20个机场 在洛杉矶的那个什么安大略机场 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到一个图片 一下飞机 全副武装的那个医护人员就在那等着 对所有的来自中国的班级进行检查 现在呢 德国 日本 越南 还有巴西 以及多个国家发现了新的感染者 而且有的是没有去过武汉 比如说德国在28号巴伐利亚州发现有三个人感染 他们呢 这三个人是与德国的第一个感染者有密切接触的 所以他们现在一共是四宗 说明这个病啊 感染性还是非常的强 然后这个德国卫生官员说 首名患者是在一星期之前和一个中国女性有过接触 由于潜伏期 而且那个中国女性当时没有出现明显的症状 接着呢 有一个制造业公司 一个男性员工在返回中国之后被诊断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 法国周二呢 也发现一个确诊病例 是一个80岁的男性中国游客 目前正在接受治疗 这是法国的第四例确诊 然后韩国 泰国 台湾 尼泊尔 越南 澳大利亚 也发现了肺炎患者 日本出现了第二个 第五例就是根本没有去过中国的一个感染者 之前日本是第三例感染者是一个到日本旅行的武汉30多岁的女女子 她是在18号赴日本旅行 在旅行期间出现发烧症状 然后被确诊 然后第四例是26号确认的 也是武汉赴日本旅游的40多岁的男性 然后之前 就是网上爆发过上海人和武汉人 有日本飞往中国的班机 一个上海武汉的大战 是16个武汉人的武汉旅行团 还有60几个人的上海旅行团 但是非常不巧的是那个武汉旅行团中间还有人正在发烧 这也非常可怕 看来这个武汉人确实感染的比率实在是太高了 他们在1月20号封城之前是飞到日本旅游 这些人中间都有一些人已经在感染或者潜伏 只不过这个病一开始的症状 有的人不太明显 另外有一架300多人的飞机从泰国飞到江苏 然后机上有16名武汉人 结果整架飞机300多人被隔离 现在有一些朋友啊 我有一些朋友目前在东南亚旅游 他们往回飞的时候呢 都要问清楚有没有武汉人 关于这个武汉人现在受骑射的情况 我在下一个节目再说 然后日本今天是发现一个 根本没有接触过 没有到过武汉 没有去过中国 那有没有接触过武汉人 那不知道 反正发现了这个病例 之前日本说取消 暂时取消撤侨 其实现在已经悄然的 本来说跟随美国要撤侨 后来呢 在中国政府的游说之下 又发布消息说暂时取消 结果昨天已经悄然的继续撤侨 第一批撤离武汉的日本公民 已经到达东京 到了以后就立刻就开始隔离 现在是越南 德国 日本 先后出现了没有到过中国的本土感染者 这个现象可能会加速 WHO宣布中国疫情构成国际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 我刚才说错了 日本刚刚发现的两例新确诊的冠状病毒 总人数上升到7人 有一个是巴士司机 没有到过中国 不过呢 他拉的是武汉旅行团 这个巴士司机是60多岁 住在奈良 一月份的时候 他担任两个武汉旅行团的司机 带他们到东京大阪一带旅游 那就这个期间 他知道巴士司机可能跟游客接触并不紧密 因为毕竟还有导游 他一直在前面开车 不知道说话或者什么的机会多不多 但是如果这样也能感染的话 那说明密闭空间的空气也能感染 这就非常可怕了 现在司机已经被隔离治疗 状况还是不严重 但是已经被隔离治疗 23号的时候 越南境内有发现两例是父子关系 由武汉返回云南的父亲传给在越南工作的儿子 这是首例海外人传人 然后24号社会组织就确认 病毒可以人传人 然后呢 这个消息可能会上一次是第二次讨论 是不是把中国列为突发公共事件 现在呢有了这个病例 加上美国白宫的建议 可能会再开一次会 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按照最不乐观的估计 可能到5月份疫情才会结束的话 那中国到美国的航班可能会完全切断 这个损失应该是相当大的 目前在德国口罩已经脱销 而且生产厂商正在加班加点 但是国外这种加班不像国内这么方便 即便是中国国内把所有的工人招回来上班 口罩依然是供不应求 可见这类的物资啊 平时不常用 真正要可以算是一个战略物资吧 真正要用的时候 那个产能还是跟不上的 而且在德国很多抢口罩的基本都是以中国人为主 目前呢在美国的一些华人啊 刚刚从中国回去 美国社会已经开始提防华人 特别是从中国回去的华人 有的时候是回去以后就要求自我隔离 有的时候呢是家人甚至都被邻居要求隔离 虽然家人并没有去过中国 还有一个朋友在纽约的地铁上 一个华人啊 他近期没有去过中国 他戴着口罩在那闭目养神 纽约地铁很挤的 然后他闭目养神一会儿睁眼一看 周围的座位都空了 大家都远远的站着 也不在他旁边坐下 还有的美国邻居呢 就要求取消所有的中国来的航班 这也是白宫也是呼应民间这个声音 看来外国人对武汉肺炎也是越来越小心 因为毕竟他在中国的这个爆发的数字是有点可怕啊 当然如果是一个最好的结果那就是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开始逐日下降 因为前天是1700嘛 现在1400 这可能跟确诊的手段增强有关 所以之前的一部分潜在的或者在观察隔离的被确诊了 也有人说可能到元宵节会有个转折 会逐渐消失 有的网友说这是由于病毒的党性比较强 党需要他在元宵节消失 但是就全球范围来看 像英国意大利啊 芬兰 葡萄牙 瑞士 奥地利都有很多的疑似病例 目前正在确诊 好 刚刚说到在海外的华人抢口罩的事情 我下一个节目就会说一说有个观众朋友发来的消息 说在澳大利亚出现了华人抢口罩囤积口罩高价倒卖的这个丑闻 好 这期节目的新闻就聊到这儿 还有关于微信群啊 最近几天我也收到群主的消息 就是要求加入微信群的网友非常多 可能疫情仍然在一个大爆发的期间 大家非常的恐慌 想得知各方面的消息 那现在是这样 为了增加这个他的这个这个家群的速度啊 现在我会在省市多市做一个小节目 现在那个三群好像也快不行了 然后四群已经建立 但是因为群组不在旁边嘛 跟他沟通还有时差问题 所以如果让他一个个加呢 实在太累 而且他也分不清楚 就是有没有加过那个人 有的人进了好几个群 而有的人一个群也没进 所以第一个呢 是大家在群里啊 尽量加一些自己周围上下两个相同守字母的人 不认识的人 这样的话 因为他是据说 他是按照字母顺序慢慢往上加的 那么加完一遍 有的新要求入群的群友呢 那他就分不清楚加过的那些 比如说S开头的 哪些是新来的 哪些是那个那个后来的 已经在里面的 所以大家尽量在已有的群里 加上上下两个啊 这样在以后群消失的时候呢 可以互相拉一下 第二呢 以后我就决定多开几个群 每个群呢 通过二维码 或发布在审视多事 虽然只有200个人 但200个人也已经应该有足够的有效信息了 如果500个人 那个消息速度非常快 可能反而 让你得不到什么有效信息 好 那现在我会在审视多事发布一个小视频 上面有二维码 大家没有加进去的人可以加入 第三个呢 就是每一个群最好 大家不要有重复加入的情况 尽量把这个机会给别人 加入了一个群以后 就不要再加另一个群 好 那么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